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新买的德文版纯粹理性批判也看不进去 就在这时 大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小林 要不要换座位 我那边两块 小林听后很是感动 呃 这不好吧 大猪你认真的吗 大猪黑黑一笑 说 请问你来小林 越热越好 嗯 小林虽然心存疑惑 但还是统一了大猪奇怪的要求 难道 他是出于担心我才换的座位 小林朝大猪往去 发现大猪正笑页如花的看着自己 小林感到一阵温暖 觉得一定要报答大猪的恩情 放学后 同学们背上书包陆陆续续的去往图书馆继续学习 小林主动找到大猪说 走吧大猪 我们也去图书馆 教室太热了 那边有空调 而且马上要考试了 我来帮你辅导功课吧 周围的同学纷纷同来羡慕的目光 学生小林居然主动帮人辅导 温所维稳 大猪也两眼放光 想要一口答应下来 但随即她想到了父亲的教诲 咬了咬牙 还是拒绝了小林的邀请 小林 我已经找到学习的诀窍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超过你了 小林看大猪胸有成熟的模样 虽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应该是不需要自己帮忙了 不过一旁的珊珊主动靠近小林说 哇 小林 你要去图书馆帮她做辅导功课吗 呃 不 那个 小林刚才拒绝 珊珊打断她急着说 啊 太好了 我也要去图书馆 老实说 最后一道大题一共有四种解法 我刚刚只想说了三种 最后一种解法没有把握 正好想和你讨论讨论 说完便一人期待地看着小林 小林有点无奈 珊珊是班长 要是在这里拒绝的话 以后针对我就不好了 便统一了下来 大猪每天闷在教室里 虽然被晒得头一目眩 但她想起越是痛苦 PS4就离自己越近 期末考试如期而至 晒成黑炭一样的大猪 信心满满地奔赴考场 想到爸妈的笑脸和PS4 她就开心到飞起 没过多久 考试成绩就下来了 只不过 大猪再次吻获倒数第一 她心里很是悲愤与不解 完了 PS4没了 人也黑了 为什么我都这样了 还是没有变强呢 那么 为什么大猪拼命用功却没有获得进步 炎热真的会影响学习成绩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在夏天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西瓜 短袖 冰淇淋还是空调 如果把我都要这个选项排除 而且只能四选一的情况下 我猜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空调 没有空调的日子是非常热的 就像大猪 虽然它有很强的毅力 但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中磨练自己 却没有提高学习成绩 而这 其实是因为高温影响了人们的认证能力 2016年 何塞 奥古斯拿等学者 为了研究高温与认证能力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招募了44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 并把它们分成空调组和自然通风组 前者住在空调房里 后者住在普通房间里 之后 他们进行了为期12天的观察 每天早上学生醒来后 就被要求做两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叫Stroop色词测验 它要求学生正确识别手机屏幕上单词的颜色 而另一个测试则是做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 也即 Visual Edition Subtraction Test 何塞他们通过这两个测试 研究出了学生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反应时间 准确率等指标 同时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可能存在的干扰 他们还分析出了室内的二氧化碳含量 湿度 噪声 学生的睡眠质量 心跳 心率 各种液体包括咖啡因饮料的摄入 并使用卡洛林斯卡式睡量表 在每天中午12点 下午4点和8点对学生进行测试 结果 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 他们发现 高温环境以及温度范围是19.6度到30.4度的条件下 自然通风组的学生在测试时的反应力比空调组低了13.4% 就连准确率也下降了13.3% 同样的结论还出现在Resner和加瓦等人的研究中 2008年的时候 加瓦找到了16名实验者 并把它们随机分辨到20摄氏度的室温环境 50摄氏度的炎热环境 以及50摄氏度下冷腹头部的头冷却这三种环境中 在同时测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 记忆力以及认知能力后发现 处于炎热环境下的人 不管是冰腹头部还是全身炎热 记忆力都有显出下降 其实 早在02年 朱恩 埃瑞克等学者就做过类似研究 他们对317名实验者 从反应时间 注意力 数学计算 记忆 学习能力等方面入手 同样发现 在高温以及32度左右的环境下 实验者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减少了18.05% 注意力下降了7.73% 计算能力下降了1.32% 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人们处于31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或者低于11度以下的低温环境时 认知能力会较大的下降 所以 如果根据上面所说的结论来看 我们最好在这个炎热的季节 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学习 而不是闷在宿舍里 当然 如果条件不允许 或者你没有空调 那么可以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凉快些 比如 打一小桶水放在身边 用湿毛巾帮助自己降稳 应该也是可以提高自己学习效率的方法呢 值得注意的是 高温环境不仅能影响认知能力 还会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人体的呼吸 心血管等于健康相关的疾病 在美国 从1999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 就有7000多人死于热相关的疾病 2003年的欧洲 高温甚至造成了7万人死亡 所以总的来说 在高温来袭的时候 让自己凉快一些是一个好办法 只是 在开空调或者吹风扇的时候 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哦 原来是这样 还好这个夏天 我有阿发尼哥的病棍 对了老婆 怎么给这个视频点赞呢 看到下面的大拇指了吗 长一秒就行了 好了 又到了回到问题的时间了 沐渝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也结合了我之前参加过的比赛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后登场的选手 往往比前面登场的选手获奖率高 按道理来说 抽签决定的上场顺序 其实力分布也应该是均匀的 但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这不像是手应效应 进行效应 我语中猜测 我估计评委在一开始打分的时候 会倾向于保守 而且总会想着后面 还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手 所以预留了一些分数空间 而到后面的选手时 才会比较放得开来打高分 于是大分就变高了 沐渝 我是一个已经工作的社畜 因为没有女朋友不需要养家 所以平时有一些玩TCG的兴趣 可是身边的同事都很不理解我 甚至会有人对于我们的卡牌指手画脚 说出类似于 我印一套你来买我呀这种话 让我很苦恼 就算不理他们 也总是会在我拆包裹 或者平时聊天的时候冷嘲热讽的 好像我和他们不一样 是多大的罪过似的 很头疼 能够理解与心脏 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人 在我们身边只占一部分 所以没有关系 你不用对他们太失望 你的兴趣本身没有问题 如果你特别在意别人说法的话 可以尽量不用在他们面前 说太多与自己兴趣相关的事 我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里说过 如果对方看不懂他画的那条吞了大象的蟒蛇 那他就会迁就他们 和他们谈起乔牌啊 高尔夫球啊 政治啊 领带啊之类的话题 于是他们就十分高兴 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行达理的人 不过也不要从道德层面来责怪他们 毕竟人与人之间完全互相理解是相当困难的 可能自己也会在某些时候不理解他们 所以如果你很困扰 平时可以多和他们聊那些更大众的 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 把自己的爱好留给那些能欣赏他们 感兴趣的人就好 今天课三挂掉了 练成练得很熟练 但却死在起步上 从这件事上 我发现我在做一些事 达到熟练之后会莫名的自大 然后就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这之后的挫败感也是最大的 想问问沐鱼 这种熟练之后的莫名自大该怎么改正 还有失败之后的挫败感该如何缓解 很遗憾 但人在熟练以后的自大 常常是依靠挫败感才能支持的 即使再自行的人也是如此的 比如老司机都会知道 开车刚刚开到有一些熟练时 很容易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 结果撞了车或者蹭到墙之类的 这在每个司机身上都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正是依靠这些挫折 人才能吸取更多的教训 并且学习真正的谦虚而成为老司机嘛 所以也不用因为失败而过度挫折 因为这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呢 好的今天的牧鱼说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将微信公众号牧鱼水星并在里面留言 公众号里面 常常会有其他地方意外消失的视频出播 还有近期电影相关的文章和转属仪 赶快关注一波吧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些事情和留言被看过后 说不定下期就会说呢 我叫牧鱼水星 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每周日更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还能找姿势哦